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你煮粥给翠鱼 如何能够的效果呢 我煮多了很多的 我没想过它真的全部吃光了 那我就很开心的 我也是第一次 这样拿粥给别人去吃 还有去找它 因为它那里的酒店外场很难找 全部都反光 那它最后就开了一盏灯给我 我就在一点光就发现它在哪里 还有我觉得它的酒店很好 因为全香港都很热 只是它那里很大风 非常大风 所以我跟它隔着聊天都聊了半个小时 就是拿一个电话 是啊 之前它说是失联的 在拍电影的时候 你有没有关心过它那段时间 其实我没有 因为我知道它将会去另一个地方 我也都知道那个地方 那个网络都一定是不会好的了 所以它离开的时候我也知道 所以我没有真的太担心它 因为我也很相信 其实它们选择到去到的地方 都会是安全的 那么它们也都 我也都知道它的酒店来的那个战争区 虽然是很近的 但是它都跟我说 它说其实周围都已经平静了 暂时有一些枪声 我说啊 暂时有一些枪声 但是因为它就真的在那个战争区里面 但是我也很奇怪 一直我都觉得它是会安全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一个很担心它的情况出现 你见到它本人之后 有没有叫它瘦了那些 瘦了 我叫它吃回多些东西 所以没做什么 没错 而且它又瘦了 又再瘦了 我听到它说腸胃不好 是啊 所以又瘦了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